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可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宝宝加油的大朋友小朋友 你们好 我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作者 郑春华 大头儿子是个很有主意的小家伙 也许跟你是一样的哦 希望你们能带着彩色的梦想 无限的好奇心 与这个快乐家庭一起成长 接下来请继续听 董月阿姨带来今天的 故事吧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 很妙很妙的主意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准备过几天去赶集 赶集就是把自己家的东西拿出去卖 同时也可以买别人的东西 大头儿子直指堆在屋角的一个彩色袋子 袋子被塞得鼓鼓囊囊的 小朋友们记得我昨天说的吧 那是什么 没错 那就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种的棉花 不错 我们就用绳子把带口扎紧 中间再扎一道 然后在最上面一截画上娃娃脸 这一袋袋的棉花不就成了一个个胖娃娃了吗 小头爸爸越说越高兴 他好像已经看见集市上的人们都围住了胖娃娃 带着买 大头儿子接着说 我们再做一些大头草帽和小头草帽 涂上颜色 把大头草帽翻过来放水果 就变成漂亮的水果栏了 那小头草帽呢 小头爸爸急着问 因为他觉得大头儿子这个主意还挺棒的 我还没说完呢 小头草帽也翻过来 里面放上花 就变成好看的小花篮了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哟 小头爸爸抱起大头儿子 用胡子去扎他 扎得大头儿子一边笑 一边哇哇叫 终于到了感激的日子 这一天啊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早早地起来 把棉花袋做成的胖娃娃和草帽 做成的水果栏 花栏 全部装进一辆小推车 然后他俩一个推一个拉 就往集市上去了 哦 集市上可真热闹 有许多人卖东西 也有许多人买东西 他们选了一个最热闹的地方 把车停下 把车上的东西 一样一样的拿下来 哟 你看 这胖娃娃多可爱 我要给我外孙女买一个 哼 那个 那个草帽花篮多少钱一个 给我来五个 嗯 我说老板 我要三个草帽水果栏 车上的东西还没有全部拿下来 车钱已经围了很多的人 都争着要买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高兴地碰一碰大头和小头 然后一个递东西一个收钱 很快就把义车东西都卖光了 小头爸爸数着手里的钱说 真没想到可以卖这么多钱 然后他们拿着钱在集市上逛 又用这些钱买了义车需要的和喜欢的东西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高高兴兴地 推着满满一车东西回家了 小头爸爸 下一次赶集 我们再带什么东西去卖呢 嗯 下一次就把小猪武功队带去卖吧 不 大头儿子跳起来张大嘴 假装要咬小头爸爸的鼻子 哦 好好好 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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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次 没东西卖 我们就不去了 不行 我要去 我已经想出来了 下一次我们不去卖东西 就带小猪武功队去表演 你说好吗 好 看小猪武功队表演的人 一定会比今天买我们东西的人还要多的 哦 耶 小猪武功队就要变成明星队了 大头儿子说着和小头爸爸一起用力推起小推车回家了 好吧 你有过在集市上这种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体验吗 嗯 每周末 东西阿姨都会带着家里的两个小朋友到集市上到菜市上去逛一逛走一走 希望爸爸妈妈也会给你们这样的机会 嗯 呀 呀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